所以古人说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己因宫五读书 读书是第五味上的不重要 己因宫是第四味上的不重要 风水重要 风水是第三位的 为什么它在第三位那么重要 因为命和运 不是你说改能改的 命是改不了的 如果你不去想办法 用技术方法去改变它 你不去stop这一年的 终止归零这一年的趋势 你明年的运 是今年的运的命的一个延续 为什么让大家在智慧的选择中 我好跟坏我都要归零 就是不再延续 所以我们剩下这么多点时间 十几天 我们开始要给明年打一个舞台 只有你把舞台布置好了 然后明年的 会在一个主动性的前提下 而不是延续 我们去年之前的人生轨迹 而全新的开始了一个新命运 新戏的一个开场 这里面的导演 是我们自己来决定 我接下来一年的人生之处戏 我怎么去演它 怎么去演它 而不是顺着被动的 顺着去年的未终结的戏 继续演下去 那么并且把命运 把戏的结局 明年一年的结局 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那么这叫什么 叫量子坍塌 释迦牟尼在经中告诉我们 定业不可改 未定业是可以修改的 什么意思 你过去是 放了再大的罪业 如果成行了 你今年生了个什么病 已经生了不可改 想办法治病吧 今年赔了几百万 已经赔了不可改 将要可能赔 还可以改 所以命和运 如果不改 只是一个惯性力 这个惯性力的起源 源自你出生婴儿的那一刻 所以大家要从这个里面 从传统的 石塑的风水命理 命运学中跳出来 从科学的角度 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 是怎么回事 但这个命运 为什么在我们出生那一刻 它是确定的呢 大家知道 一个杯子 如果里面装了一杯咖啡 你需要付一杯咖啡的钱给人家 如果装了一杯白水 你只需要给他白水的钱 如果是里面装了白蓝地 那你需要给人家一杯白蓝地的钱 这是同样是个人体 你的身体里面 是否完整的 已经装进去了金木水火土 五星的能量 所以当我们出生那一刻 你这个气 你这个气里面 是否把金木水火土 五星的能量 平衡着 和谐着 相生相克的 和谐统一地 装到了你的这个杯子里 装到了你这个器皿里 装到你这个躯壳里 如果装进去了 那你是大腹之格 因为里面都有 并且它是处于和谐 平衡的状态 存在在其中的 它就很贵 像钻石般的指尖 但是你如果缺 为什么会缺 当你出生在地球的 这个球这单的时候 金星刚好在地球的背面 它的能量没有住到你这个 求你这个气里面去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科学 你的命运是一个科学 那我们每年12个月 然后这个五行 五大行星的地理位置 它不是不变的 它在变化 我们一年转换一次的轨道 为太阳为中心 转一圈为一年 在转的过程中 每年我们又被太阳系 带着摇着人和系转 是这样导致 我们的运是不同的 每年的运不同 每月的运是不同的 因为天体的五大行星的位置 不是固定的 它是在旋转的 那五行里面金木水火土 有些对我们是有益的 它来了 我们的运程就特别好 有些是克制我们 甚至是有这个星杀我们的 来杀我们的 那我们的运程就被它克制了 或者被它杀住了 被它捆绑住了 被它约束住了 那我们的命运就是不好的咯 就这么简单咯 所以这些完全不存在着一些迷信的因素 在其中 这是天体宇宙 对我们人这个小宇宙 这个生命体的影响 命运学通过八字论命 紫微斗数 紫平论命 这些是晒出的 是你出生那一刻的天体宇宙图 通过这些数字 通过就可以看到像 就是当时的图像 就是当时的图像 宇宙星空的图像是什么图像 所以通过这些数字 甘之计年 计月 计日 计时 我们查到的是天体的那个picture 那个像 就像我现在在讲课 那么天上的星体的位置 我们拿个天文望远 天文照相机 啪啪一拍 所有的星体是个固定位置 那你出生那一刻 它就是个固定位置 是通过这些 既甘之 十天甘 十日地之 循环出来的一个六十甲子 的这样的一个甘之 计年 计月 计日 计时 我们找到了 按照你的年月日时 找到的是 你出生时的天体图 记住 所以是我们古人 把自己的命运 归结为 星学里面去 一捕星象山 是归星学 归天文学的 是科学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这样的命运 如果我们不改造 我们这个小生命体 就被动地 承受着宇宙天体 包括地球 这个实体 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命力注定 因为你的软件已经装好 你只是负责着运行这个软件 所以软件的程序 早都编写好了 明天会遇到什么事 再过一个月 你会遇到什么事 哪个时间会遇到什么事 所以预测师都能很准确地 把它预测出来 为什么 早都布置在那了 早都安排在那了 如果你不改变轨迹 你不改变生命的轨迹 你不想办法去改变这一切 你就是一个被动的演戏的演员 你不是导演 你才会遇到